欢迎来到美厅 最扎心的46条社会潜规则 看明白少走十年弯路 一、真正聪明的人 必须只跟名士里的人交往 否则愚蠢的人会把您拖入愚蠢 二、其实很多素质 只有弯路才能喂出来 一个人没有足够犯错的经验 算不得闲能 三、所有的法律法规 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 确切地说 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四、很多事都是花钱可以搞定的 能花钱搞定的事 不要送礼 因为全世界最好的礼物就是钱 五、傻子喜欢讲礼 牛人喜欢讲规矩 规矩有两个 显而易见的规矩是为傻子量身定做的 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律是给牛人看的 六、做生意这个事不光是靠脑子更得靠朋友 谁都有软肯要么贪财要么好色要么爱孩子知道软肋了拉关系就容易多了 七、底层人的钱财被强者吸走是一种自然现象看起来很不公平无力但就是这样 因为千百年来人性没有什么进步也没有什么退步 八、想多了都是问题 做多了都是答案 不要等准备好了才出发 很多时候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做事 马上行动是最好的学 总结反思 边学边做 九、你不是佛 没有义务普度众生 不要好为人师 不要揭穿别人 多说他人牛逼 厉害 就能化解百分之九十的小人 多说恩恩 哦 就能过滤百分之九十的垃圾流量 十、小傻子是生活在白道 啥都百分之一百 按照规矩走 大傻子是生活在黑道 动辄拔刀相残 牛人是生活在灰道 他遇到问题了 他能花钱搞定 生活啊 看似复杂 其实钱多了 也就简单了 十一、生活有两个道 一个是显而易见的道 一个是看不见的道 走显而易见的道 得到的财富 自然是显而易见的 走看不见摸不着的道 得到的财富 自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显而易见的财富 额度有多少啊 大家都知道 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富有多少啊 咱不说 没人知道 十二、所有的正能量 都是愚人的毒鸡汤 只有负能量才是真相 所有表达对你好的言行 都是魔鬼的伪装 十三、你不用多优秀 只要比身边人混得好 你就得罪他了 他会在背后给你使绊子 你的亲人也不例外 十四、人性永远是邪恶歹毒的 不要把任何人忘好了想 你眼里再好的人 只可停留在初见 只要凑近了你一定会受伤 十五、我最反感的是 某些人总是以弱势的姿态来博取同情 进而获得些什么 社会是一个无情的婊子 只会谄媚地对待那些有能力、有实力的人 十六、有血缘关系就是一家人 这是世上最大的谎言 真相是有血缘关系的人照样干着和敌人一样的事 照样每天绞尽脑汁动着心眼的算计你 十七、在熟悉的人 其实你都不认识他 你看到的只是面具 不是本相 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戏精 演绎出自己是好人的戏 事实上哪有什么好人 十八、当你老了 不能给儿女创造价值 被疾病缠身 成为儿女累赘的时候 做儿女的都希望你早点死 不要相信任何孝心的说辞与举动 都是谎言与表演 十九、你得够对方尊严和利益 那他就是好人 你破坏了对方的尊严和利益 那他立刻就是坏人 对方是好是坏 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谁得到利益 谁就希望你活 谁不得利益 谁就希望你死 二十、赚钱到底难不难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对于弱者与懦夫 做什么事都比登天还难 二十一、薪水工资 只是奴化人性的一种手段 当你接受了工资的概念那一刻起 你的思维就已经被套上了枷锁 二十二、只有不回避痛苦和迷茫的人 才有资格去谈乐观与坚定 命运不会厚待谁 悲喜也不会单为你准备 二十三、你说的我全部都不赞同 但是你手里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就不会跟你辩论 或者说意见不统一 并不影响我们之间互相利用 二十四、赚钱是有秘密的 只是知晓秘密的人 从来都是秘而不宣 谁也不愿有太多竞争对手 毕竟蛋糕有限 一个人赚钱越多 秘密也就越多 二十五、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人生的工不能拉得太满了 透支身体最终会后悔莫及 因为以后你再怎么调养身体 也无法回到最初的状态 二十六、不摔那么一跤 就不知道有谁愿意停下来等你 不有求于人 就不知道谁会在关键时刻关心你 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有它的道理 时间会教你逐一看清每一张脸 二十七、一尊清词 可以价值连城 也可以一文不值 决定这一切的 不是价值 而是看在谁的手上 在没权没势的人手里 那就是个破烂 在有权有势的人手里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二十八、没有个人边界感 缺乏保护自己利益的意识的 表面上和谁都不错 一点脾气没有 跟谁都聊得来 其实是万年老好人 人善被人欺 被人卖了 还在强颜欢笑 路过的狗冲他叫两声 他也不敢拿根棍子吓唬一下 经常自己一肚子委屈和闷气 二十九、让人闭嘴的 往往不是道理 而是身份或者地位 三十、永远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人 就算这个人是你的父母、妻子 三十一、这个世界就这么不完美 你想得到些什么 就不得不失去些什么 三十二、歇斯底里的吼叫 征服不了别人 却只会让你在疯狂中失去理智 三十三、高级的人独处 不是因为他想要孤独 而是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 三十四、令你反感的 远不是世界的丑陋 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 三十五、大部分人并不在意真相是什么 他们自己有自己愿意相信的真相 三十六、一定要有存钱的习惯 不然在借钱的时候你会发现 再好的关系可能都不如一张信用卡 三十七、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看清楚真相 大部分人都活在别人编制的梦境当中 三十八、羡慕他人老婆好的男人都不是智者 因为你看到的都是他人想让你看到的 三十九、朋友最好别合作创业 除非你能保证一定赚钱 即便这样朋友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四十、强大的女人背后往往有一个不成熟的男人 强大的男人背后往往有一个成熟的女人 四十一、思考你当下的幸福而非过去的不幸 幸福每个人都有很多 而不幸所有人都有一些 四十二、那些说泡面没有营养的人 他们根本就不理解都到了吃泡面地步了 真不在乎营养均衡了 四十三、人在无钱无助且颓废的时候 连喀巴狗也恨不得跑过来叫几声咬两口 被人鄙视遭人冷眼那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四十四、贪财好色、追名逐利 是每个人的底色 不论他是男人是女人 是老人还是孩子 是医生、律师 还是建筑工人门卫保安 四十五、有些人表面对你客客气气 却被地里捅刀子 有些人装成大哥的样子 有事罩着你 却当你触碰到他的蛋糕时候 他只会无情地把你抛弃 四十六、人性最大的恶 不是自私、不是贪婪、不是虚伪 也不是狂妄 而是为难他人 尤其在获得某种权利和利后 用各种手段为难他所能为难到的所有人 以此来获得他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这种人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恶人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